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请把焦点对准我 我从来都没注意过她 她也不是那种能引人注目的女孩 她个子不高 长得只能算是普通 上课的时候 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排 看书 或者记笔记 有一次叫她读课文时 听到她标准的美式发音 我才对她刮目相看 后来 全国高校英语演讲比赛 我们学校有一个名额 我想了想 微笑着填上她的名字 改稿 纠正发音 甚至到肢体语言的处理 那段时间 我们每天都忙到很晚 我真的很喜欢她 也很想让自己年少十位 能实现的梦在她身上发生 可是 我总是隐隐地有些担心 因为她太内向 太安静了 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 比赛那天晚上 我很早就坐在了大礼堂的前排 我对她说 别紧张 她看着我 脸红红的 什么也没说 我的心一沉 看来 她确实紧张了 我拍拍她 让她去抽签 结果 我们抽到的是第九号 而前面一位选手 是公认的英语高手 果然 英语高手的演讲 相当成功 幽默诙谐 充满个人风格 全场几乎每隔半分钟 就会响起一次热烈的鼓掌 直到她上台前 大家还在兴奋地讨论着 她的演讲 我的手心 浸出汗水 我在台下 不敢望向她 她是第一次上台 出现任何差错 我都不能怪她 可是 在那一刻 我才发现 我是那么害怕她失败 强烈的美光灯 空旷的大礼堂 她显得那么小 那么微不足道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 她已经走上了台 底下 三千名学生 依旧很吵 我在心里说 没希望了 我看着她 她真的让我想起 许多年前 同样因为不能引人注目 而与荣誉失之交臂的我 但是 让我震惊的一刻发生了 她并没有像我们安排好的那样 大家晚上好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个声音 很响亮的声音 现在 请把焦点对准我 请把焦点对准我 一共三遍 一遍比一遍响亮 震人耳骨 全场鸦雀无声了 我不敢相信 那么洪亮的声音 会是那个平时说话戏声戏气 丝毫不惹人注意的小姑娘发出来的 接下来 我听到她婉转的声音 在空中盘旋 比夜音更动听 她的演讲结束两久 全场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知不觉拍手拍到热泪盈眶 是的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 是我的学生 在若干年后 教会了我生命里最动人的一刻 那就是 千万不要低估沉默者的力量 有时候 巨大的能量 皆发源于无声无息的运机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